什么 要开销我 我说的话 你没有听清楚吗 这个大厨昨晚偷看老板娘洗澡 被忠心旺才发现了 结果第二天就要遭到开除 花丽棒被气坏了 说离了她还有谁能称的起义品香 正儿这手指画个驴饺子 好大的嘴脸 就想开销我花某人 让你们动静来说 谁知话音刚落 换了一身长袍的龙飞便闪亮登场 而且新身份居然是老板娘表弟 以后呢 他就是我义品香的勺勺客了 大家可以尊他为师父 或者是大厨 老板娘给花丽棒结账差三天满一个月 还给按了一个月的结 花丽棒拿了钱还是气不过 就想拿龙飞出气 你说你算哪壶的处啊 懂不懂江湖规矩 敢抢老子的办法 我看你是想找死是吧 可惜他的小拳拳怎敌得过龙飞的大沙包 一下子就被捏成了五股鸡爪了 以前的徒弟立马耸了也不肯跟着走 老板娘想一起辞了 却被龙飞给阻止 毕竟得饶人处且饶人 以后就跟着他龙飞打下手了 原来龙飞竟是一个天才厨师 这点小天地怎能难得了他 实际他出身富豪之下 只不过从小就痴迷做菜 为了打出名气 一品香决定推出特色一品羊杂汤 并且免费酬兵三日 果然一下子又变得门庭若市 这边万圣楼小姐马英生为了看真汉子 竟自作主张跑来军营 真够阳刚血腥的 像洛蒙张飞 原来他仰慕汉匪韩德公 冲进来就要给人送瓶花 韩德公一看这就是传说中的学生妹 就让手下给他放了进来 献给你的 大英雄 高爹 在医院就是这个女王 难成得很呢 还没完呢 之所以用这个罐罐还有典故 原来大将军徐达曾在此地 跟援兵有过一场好战 当时戈壁干旱 徐达便发明了这种陶罐 作为军用水 从此人们便叫他做徐品 要说这马英雄 还真是个天不怕的不怕的主 直接就上马跟人家和和去了 探的手下一个个也是羡慕极度狠 就长他这样的没想到都能有桃花月 而万圣楼的马丰月却想不通了 怎么大厨被挖走了 反倒生意还更红火了 万圣楼不甘之下也来个酬兵三日 用花利棒的碗碗菜与羊杂汤打泪 饭店后出二所竟想咬干水 立马被龙飞给阻止 二所 我要干水干什么 二所说师父您不知道 门口有两个叫花子 看咱们一品箱免费酬兵 就来蹭吃蹭喝占便宜 师父 我打不打不打不 走回去 龙飞让二所看着锅 端着白馒头就要出去 师父你是 二所 乞丐也是看 不穷谁当乞丐 我要不是被一品箱收留 说不定也在大街上 当乞丐呢 两个乞丐狼吞虎咽起来 龙飞没认出他们是之前黑店梁子 然而一个谎声 梁子却想起龙飞是谁 就是这一好心将让龙飞险些丧命 晚上龙飞回到将军祠 浑然不知里面有人埋伏 好在有旋风自动报警 立马让龙飞有所警觉 他进门后先淡定点了个蜡烛 过来吧